要來比對發表之前 我想要跟各位再複習一下 我之前有教過Vlookup 如果你都記得 你真的很棒 忘記正常 所以不用怎樣 第一件事情 先看一下 等於V喔 對不對 再一個 表格從最左邊開始找 找到以後把同一列的指定欄送出來 按兩下 所以它可以找誰 Lookup Value 第二個 Table Arrays 範圍在哪裡找 第三個是Column Index Number 第幾欄送出來 找誰擺 第一個 在哪裡找 Table Arrays 第三個 第幾欄送出來 第四個是 要完全一樣還是要接近 文字也完全一樣 來我們看這裡 我打個比方號Vlookup 請問 我拉開一點 來來來來 這裡我把它複製 請問這裡有沒有賴玉安 這裡有沒有賴玉安 賴玉安應該說這個賴玉安在這裡有沒有 那怎麼辦呢 來 等於VL Lookup 找誰 這個賴玉安 在這裡有沒有呢 有 找到了 要把賴玉安把國文成績送出來 國文成績是第2欄 就是2 那接下來呢 要完全一樣 所以 送出來答案是什麼 78 喔 國文成績 我選的是第幾欄 我說2 9我打成3了真是 第2欄 難怪怪的 78對不對 那老師如果沒有這兩個勒 Vlook一樣可以做啊 再做一次喔 請問賴玉安在這裡有沒有 因為只剩下一欄 所以等一下只能傳送他自己這一欄 再來一次 等於VL 請問賴玉安 這個 這個資料 在這裡有沒有 有的話呢 第幾欄送出來 現在只剩下一欄 沒得好選擇 只能打1 而且要完全一樣 所以找到 欸 請問這個在這裡有沒有 如果有找到就把自己送出來 來換 如果換成張宥文就把張宥文送出來 喔 所以這樣喔 請問這裡有沒有找出來 那回到我們發票來 請問這一格在這裡有沒有 有呢 有找到呢 有的話就把自己送出來了 來 等於VL 找這一格 在哪裡找 在A 2 冒到A 14 94 14 我們剛剛看過 那要怎麼找 第幾欄送出來 這邊只有一欄只能打1 然後呢 要完全一樣 好 有沒有 有 有就把他送出來 這個欄是什麼來的 是從這個 這一個 這個送到這裡來的喔 他是問 請問這一格在左邊這裡有沒有 找到了 那要複製公式啊 所以想清楚喔 這裡一直動叫相對位置 這裡不能動叫絕對位置 所以這裡叫做相對位置 這裡叫絕對位置 按F4 按F4 所以呢 這樣我就做完了 那沒找到會怎樣 沒找到會出現什麼 來我們來看看沒找到會長怎樣 老實說請問Apple在這裡有沒有 沒找到就出現警號NA 喔這個名字在這裡沒有 一樣的道理如果說在這裡那怎麼快速找 用什麼找 用篩選啊 那我們先看康德衣服 請問這個在這裡有沒有 康德衣服做法一樣 康德衣服 A2 冒到 A1494 找哪一個 找這個 那一樣道理喔 左邊這個要範圍要固定喔 按F4 按F4 那這裡要跟著改 跟著動 所以呢 找到就1沒有找到就好 就變成0 對啊 那接下來呢 誰來幫忙 怎麼快速找到他 資料裡面有個功能叫做篩選 篩選什麼呢 你看一下喔 康德衣服裡面呢 沒有找到就是0 我把0秀出來 那這個就是沒有找到 所以 這些發票就是 沒有找到的 Ctrl C 複製 點在這裡 點在下一頁 點在這裡 Ctrl V 貼上 所以 這些就是沒有 這些就是報廢的發票 所以我剛使用了什麼 Vlookup來做 也使用Countive來做 來把它取消 老師如果只用一個來做就好了 我只是順便跟你講一下 點箭頭 找到了就出來 沒有找取消 警號NA就在最下面 所以勾選起來 其實 這裡的資料跟這裡是完全一樣 你說這個 這裡就是 報廢的發票